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看看这个颜色 金黄微焦香 在嘴巴里回甘 又非常的香酥 您说说这早餐 有了一碗面线糊 再配上一份炸菜果 那叫什么呢 四个字 灵魂美味 中午我们吃什么呢 咸饭 这是福建闽南地区历史悠久的传统小吃 闽南丰富的物产造就了咸饭非常多样化的品种 更体现出了闽南地区主腹食合二为一的家常烹饪特色 今天咱们吃的这一份咸饭 它的主要食材有五花肉 海力干 还有干贝以及小虾米 首先呢 将切好的五花肉放到锅里头煎出油 以略成金黄色为最佳 再加入浸泡过的海力干干贝 最后加入小虾米 然后呢 咱们放入白米饭 直接是焖熟拌匀之后上桌 嗯 咸饭 咸饭 吃到嘴里它一点都不咸 它更多的是鲜 吃完一碗咸饭 当然呢 还是要来碗汤 那今天呢 我给大家推荐的这道汤呢 叫做库罗羹 这库罗羹呢 是以清水打底 下搅拌好的瘦肉泥与海螺肉 煮开之后呢 咱们放入点花菜鸡粉 滋味非常咸 老少介意 为什么叫库罗羹呢 这个库罗我们知道 因为它的螺尾呢 带有苦味 但是食用之后 回甘十足 苦中带甜 所以很多人呢 对于这个味道那是情有独钟 所以人们常说 库罗羹就是海的味道 这个库罗呢 它不但能清凉解毒 而且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清脆爽口 吃上一口吧 那是满嘴的香 绝对让你吃 吃了第一回 海鲜的第二回 嗯 要说这个淡淡的苦味 在鲜香面前 它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晚餐要吃什么呢 当然是 登登登登 喝海鲜了啊 因为食食呢 是三面环海的 这里寒暖洋流交汇 鱼虾的准备众多 食食的海鲜火锅 尤为出名 它是用清汤作为汤底 加入当季的新鲜海鲜 比如说 像生蚝 螃蟹 花隔 八爪 鱼 扇背 海利等等 一大批生蒙海鲜被捕捞上岸 各顶各的透肥透鲜 这光看着就让人纯现三尺 汤锅里头只要煮废了 咱们简单的配上佐料 酱油 醋 芥末 这就可以了 这样做是可以把海鲜的鲜味 最大化的发挥出来 接下来 我听您尝 啊 还好吃 而且这个新鲜的海鲜 其实吃到嘴里的感觉 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水分很足 肉质很丢 朋友们 您还想吃点什么呢 欢迎来实施吃美食